记者张瑞珍台中报道,户籍涉于南投县普里镇的李姓男子,今天下午一时时跑到台中市北吞区的太原车站旁,纵火焚毁路边一辆红色自小客车,火势迅速吞噬汽车,他当场被警方逮捕,附近工厂的员工说,李贤跑到工厂内求救,这车内有人受困,要伤借铁锤就人,却见他瞧破汽车车窗,拿铁锤猛敲车, 车内的置物箱,还改口说他的钱放在置物箱内拿不出来,随后纵火烧车,他针讯中说,有一个声音告诉我,要放火烧掉这辆车,全案依纵火罪法办。 中市消防局与警方抵达时,被纵火的红色封田自小客车已经陷入火海中,窜击震阵黑色浓烟,还不断发出蓬蓬的爆炸声音,警方立即封锁道路,并排布滞留现场的李贤。 47岁,无前科,全身大汗的他,坐在地上不乏一语,这场火警波及另一辆银色自小客车,引擎盖与汽车大灯被轰烤变形。 警方随后找到被焚毁汽车的车主,他说,跟李贤没有恩怨,也不认识此人。 被焚毁的车C是20多年老车,残值不高,但仍可逮捕,他认为自己很衰。 中市警局五分局被囤派出所调查,李贤目前无业,附近居民与工厂员工都说,没有见过这个人。 另有工厂员工表示,案发之前,李贤跑到工厂内要借工具,还宣称车内有人受困,想要借铁锤等工具就。 人,员工感觉怪异,查看时却见他从地上捡石木棍,把汽车玻璃敲碎,站在车外,持铁锤猛敲车内的置物箱。 李贤还说,他把钱放在置物箱内,拿不出来,他想要撬开置物箱拿钱,随后,汽车就陷入火海。 李贤向警方坦承,他把汽车引擎盖打开,用打火机点燃引擎纵火。 至于纵火动机,他与吴文次说,有一个声音不断告诉他,要把这辆车放火烧掉。 他依这个声音形势,警方亦纵火最嫌法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